伊拉克法塔赫联盟 外国军队必须逐期撤离伊拉克 在2021年12月31日 外国军队撤离伊拉克的最后期限即将来临之际 伊拉克议会政党法塔赫联盟 于12月28日发表声明强调 12月31日之前 外国作战部队需从伊拉克撤出 不接受其以任何名义 任何借口 任何战斗形式继续存在 12月31日后 外国军队控制的所有基地 必须移交给伊拉克军队或安全部门 非作战人员应合法入境 声明最后强调 伊拉克应实现领空的充分主权